大家好 我是亚欣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粉丝私信我 说她的闺蜜跟男朋友恋爱了七年 但是最后却被男朋友甩了 没有背叛 没有争吵 要知道在之前呢 男孩对她是百般的呵护无微不至 但是最后为什么却被分手了呢 这个女孩非常的不解 也不甘心 然后呢连夜就买票从外地赶回了家 想跟男朋友复合 可是到家之后呢 她只看到了男朋友留的一个字条 纸上写着说 风停了 爱够了 闺蜜这个时候瞬间就明白了 从青葱的少年时代 他们两个人共同走过了七个年头 那么这七年里面 他们没生活过 奋斗过 但是却唯独失去了恋爱的滋味 其实现在很多的 比如说加班占据了纪念日 或者说出差 阻断了两个人之间的甜言蜜语 而渐渐地 越来越多的恋人呢 就逐渐地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身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情侣之间八年的也有 十年的也有 而分手的呢也迷彼近视 我想我们要做的 不是在分手之后才幡然醒悟 而是在恋爱期间 我们要不断地给自己的爱情 增加一些保鲜剂 不断地增加新鲜感 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 一起做一顿饭 或者说一起完成一件事 因为谈恋爱总归要有一些仪式感 而那些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谁都不要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